大家好,彭博社的报道 知情人透露,中国政府拥有的紫金文化集团香港 有意与阿里巴巴集团达成协议收购香港最有影响力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 紫金文化是中国拥有控股权的一家中国国有企业 今年4月,紫金文化也收购了凤凰卫视公司的股份 目前该交易已经进入审议中 其他国有公司也可能考虑提交收购南华早报的报价 他们也表示交易或许破局 阿里巴巴的一名发言人表示 该公司没有与任何一方磋商南华早报的交易案 紫金文化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中联办 对有关的询问未语回应 南华早报的一名发言人指出 任何有关阿里巴巴考虑出售南华早报的报道皆不正确 阿里巴巴没有改变所有权的计划 这个南华早报成立于1903年 一度是全球获利最高的报纸之一 1986年媒体句子叫梅多取得该报的控制权 1993年将股权出售给马来西亚大亨郭赫年 2015年该报再度一手 当时阿里巴巴赤字20.6亿港币入主了南华早报 路透社的报道 说马云之所以被中国政府盯上 追溯到2017年1月9号马云会见川普之前 当时中美正处于紧张局势 川普在竞选期间还将美国工作流失 归咎于中国 马云与当时尚未就任的美国总统川普会面 夸口要为美国带来100万个工作岗位 此举成了北京与马云关系生变的导火索 去年马云又于10月24号在外滩金融峰会演讲 大肆抨击中国监管能力不足 中国金融机构就向当铺惹恼了中国领导人 直接喊停蚂蚁IPO 还寄出一系列杀手锏 彭博社统计据马云被整肃一年以后 阿里的市值蒸发高达3440亿美元 马云的身家也跟着暴跌 根据2021年中国胡润百富榜出炉 马云以自去年首富的宝座跌至第五名 财富一年内缩水1450亿人民币 路透社最新的披露 说马云在年初上书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信中表达愿意将余生奉献给中国的农村教育 随后马云在阿里浙江农场考察 第二天表示愿捐出1000亿人民币 实现共同富裕 随后马云就前往了香港 紧接着转西班牙 目前马云在欧洲进行园艺考察 进行农场的考察 你可以看到一连串的事情 首先第一点 马云过多的亲近了美国 这就是不懂地缘政治 首先中国现在整肃的对象 都是亲美亲台 最近国台办也针对台独分子列了清单 这些台独分子这些幕后的金主 想在中国大陆发财是不可能的 那马云你可以看台湾问题背后就是美国 那马云这么靠近美国 那中国能不生气吗 中国能不防备马云吗 一定要整肃马云 所以我说中国现在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你可以看到包括官员的落马 包括一些反腐败案件 这些个别案件的发生 也包括中国整肃一些高层领导 背后的逻辑都是围绕着一个美国 一个台湾 这些既得利益团体 既得利益集团 就是要整肃这些既得利益集团 所以你顺着这个思路 你把一年之前发生这些事情 你按照这个思路 美国和台湾 美国和台湾 既得利益集团 你往这上面想 你一下子全连在一起 全都可以连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未来 其实也是这个链条 未来可能还会有一些人落马 还会有一些人被查 可能还是和美国和台湾有关 所以我说过 你要懂地缘政治 你就知道未来发生了什么 那么现在看 中国整肃这个对象的根本目的 我觉得和中国真的准备 要收复台湾有关了 这个中国收复台湾 我觉得现在大家 所有人心里都清楚了 这个已经是 已经是正在实施的事情了 不是拿来讨论的问题了 是已经在做了 那么打仗之前 首先要归拢人心 首先要打掉这些投降派的企业 另外将这些既得利益者 踢出门外 打扫屋子 我觉得现在就是在做这个 将这个所有的投降派 所有的这些既得利益集团 扫地出门 那么现在看 我觉得国内这个风向 应该已经变了 未来有更多的消息 我给大家汇报 我给大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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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扫屋子